第二点 老法师说 一个有德行的人 有学问的人 有良心的人 一定非常尊重著度 遵守规矩 决定不敢问乱 就是我们这里讲问乱规模 问乱不但是破坏这个团体实在是商天理 坏良心 我们听了这个话 会觉得说哪有这么严重的呢 仔细思维想一下 因为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 你用特权 比如说我们像说我们在道场里面 我们要遵守六合径 那你不遵守这个道场的规矩 就是使用特权 这也可以讲是混乱规模 你用特权别人不能用 已是国家法令规章 虽然有但是不能执行 团体虽然定有规矩 但事业里面有常驻公约 对啊 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 这个规矩 规约等于一张会子 那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 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道理 知道这些事实真相 特别是佛门 我们要遵守戒律 遵守规章 就是要尊重佛法 要尊重社会 所以他们佛事里面 一般都有结盟 结果结盟以后 大家要共同遵守 结盟就是开会讨论 结盟通过以后的这个规定 这个决定大家要共同遵守 就在常驻规约 尊重一切众生 理跟事都必须要通达明了 决定不敢违约 岂敢破坏呢 这些事实在讲古今中外都有 为什么有些人会破坏这个混乱规模 破坏这个团体的记忆力呢 他说这个心理大部分都是不正常的心理 这种心理从哪里生出来 他是从傲慢心 从焦慢心中生出来的 焦慢我比别人强 别人不如我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别人不能做 别人要守规矩 我可以不守规矩 这是从焦慢心中生出来的 这是非常重的烦恼 有智慧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 没有智慧的人 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 贪真吃慢不但扶不住 实在讲天天在挣扎 他以习以为常 不知道改过 虽然天天读圣贤诗 甚至天天有机言闻佛法 听到圣人的教会 但是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理 他已经养成习惯了 习性的时间太久了 不容易改掉 也因为这个事实 所以古人垂讯要从孩童教起 同盟养政就是这个道理 要从孩童开始教起 比较好教 有趣的程序 不小心 有趣的 离心 好 有趣的 刻意 过稍为 才甚至 那么 少